好,那咱们就先开始上课了 其他同学已经等了很久了 好,还是非常的欢迎大家 感谢大家再次来到Rina老师的汉语头语课 那之前呢,我们已经同时一起度过了五节课 那在那五节课上呢,我们也学了很多内容 那现在我们时间隔了快半个月 那在我们今天正式开始上新的内容之前 我要带着同学们回顾一下 我们以前反复强调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首先呢,同学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口语课 都是为了提升口语能力的 尤其是提升汉语的口语能力 那么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遍 提升口语能力一定要 同时要记得要提升我们的听力 那为什么呢 一般来讲,因为提升口语能力 它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敢开口 第二个阶段是说得对 第三个阶段是说得好 那么从敢开口说到说得对 再到说得好 这个阶段呢,我们必须要加强听力练习 因为听懂才能说好 同时呢,我们也要继续加强口语练习 要开口说,你才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发音有问题 老师才可以帮大家纠正 那么同时也要开口说 你在这个说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练习自己的发音 不断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 那么你的这个口语啊,才能说得越来越好 最后呢,达到我们的第三个阶段 说得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提升口语能力的一个逻辑 所以呢,咱们的这个课程啊,安排 就是以咱们的这个口语能力提升的逻辑为一个基础 再加上同学们都非常需要的一些商务汉语的支持 以及课程里面的主要的语句啊 主要的一些句式呢,来帮助大家去练习 并且能够学以致用 也就是说,你学了之后 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你在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用得上的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课程逻辑 好,接下来呢,请同学们看一看 咱们PPT上的两幅图 是否能回忆起来 老师在给大家讲这个图之前 主要是在跟大家强调什么知识 强调什么你们身上现在有的错误啊 大家回忆一下 那有的同学呢,是新加入咱们的这个课的 还有一些同学呢,是原来就一直跟着 Rena老师从第一课慢慢学过来的哈 目前呢,今天的课啊,咱们只到了两位同学 那还有另外两位呢,是 有一位是从第四节课开始加入的 有一位同学呢,也是从头学到尾 啊,就一直跟着的 但是今天因为一些工作原因呢 他们就只能后面去看咱们的录播 那在现场的两位同学呢 有一位已经知道了啊,为什么要放两张图 有一位呢,可能还不太熟悉 那因为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所以我就必须要再给大家再讲一遍 揪音呢,它的意思就是纠正发音啊 啊,那因为大家都是来上口语课的 然后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口语能力 让自己的发音发得更加的标准 那么我们在发音它的标准 提升能力之前,我们就要把自己现在存在的 在中文发音啊,汉语发音当中的一些问题呢 尽量的把它找出来 然后把它改正掉 那么我接触了很多的越南同学啊 然后包括像之前的课上啊 听了同学们读 然后说很多内容之后呢 我发现同学们最主要存在的两个问题 就是声母斯的发音 还有我们声调当中第四声的发音 哦,这个同学加入了哈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个声母斯的发音 哎,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放了一张咱们的口腔发音器官的图片哈 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发音呢 要通过把舌头放到口腔里面 正确的位置 然后 发出气流啊 然后让气流来摩擦我们的口腔里面的各种部位呢 来形成正确的声音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 这个字母哈 我们在英文里面它读C 但是我们在汉语里面它不这样读 它读的是C 同学们很多都发不准 我写一下 第三个音当中啊 大家前两个 哎不是第一个和第三个都发得很准 那第二个呢就经常出现问题 然后就会十分的影响大家的这个发音的标准程度 那么 呲该怎么发呢 老师在纠正了很多越南同学发音的时候就发现啊 大家特别容易发成呲 呲 哎,这样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发音的这个舌头放到的位置不对 啊,我在这里画了一个小圈 但是同学们要注意哈 如果我发呲的话 舌头 是和这个地方触碰的 那这是不对的哈 就不能和你的下牙 不能和你的下齿 牙齿不是跟上下吗 不能和你的下齿去触碰 发出来的是不对的 哎,不对的发音是这样的 嘶,嘶 啊,我就是用舌头碰到的下齿 那正确的发音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舌尖和咱们的上齿相触碰啊 靠近这个地方 靠近这个地方 这里是对的 我打了个沟话 这里是对的 那我在用我的舌尖去碰我的上牙齿 上面的牙齿 会有什么样的发音呢 哎,大家注意听 嘶,嘶,嘶 哎,这样就是对的 嘶 那碰下来是嘶,嘶 这样就是不对的啊 嘶,嘶,嘶 哎,大家注意听 就是你的这个舌尖 是一定要碰到这个位置的 那么我这里也写了啊 问其纠正 舌尖要靠近上齿 哎,要靠近这个地方 不是靠近下齿啊 不是靠近下面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发音的方法 可以用来帮助大家 纠正 以及来练习这个 嘶的正确发音 啊,我就在这里写了 可以用英语词汇里面的 猫咪的这个词的复数啊 猫的复数 cat cat 它的复数是加个s嘛 加了s之后 它就会变成 cat 啊,cat 把这个s拖长了以后带出来 就是我们这个s的发音啊 cat 哎,这样就可以带出来啊 那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方法 然后如果以后突然间哪天又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发这个音 觉得自己老师发不对的话呢 就可以用taps 这样把它拖长了之后 把这个音带出来啊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 都能够掌握 那么 还有第四声啊 声调里面的第四声 好 大家都知道哈 汉语呢 它是一门有声调的语言 而且呢 声调是区别意义的 所以说我们在把声调发音发准 这件事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发不准的话 你可能觉得你读出来了 但是你的声调不准 哎,可能 你说出来的话 就是另外的一个意思了 嗯,那么 越南的同学呢 一般来说呢 就第四声的发音会发不太到位哈 第四声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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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是第四声 那第四声呢 哎,我也画一下哈 它的音高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这一条啊 很长,对不对 就从最高点 从五 直接降到了最低点 一 啊 如果你 怎么理解这个 一二三四五呢 我们可以用 都 瑞 咪 发 收 啊 我们的这个 音乐里面的这个 五个音 来理解一下 那么如果你是 嗯 比如说像小提琴啊 之类的 你可以就一直按着弦那个 按着弦 然后把这个你的琴弦拉过来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滑落的声音的感觉啊 那么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从一下子 从缩抖 缩抖 缩抖 就从最高音 最高的五这个音 降到了最低的一这个音 很多越南同学呢 他们就没有办法从高音降下来 读着读着 那个尾音就会往上飘 哎,就怎么就越讲声调越高呢 甚至就会超过我们的五这个音哈 超过缩 那这样是不对的 那我们在讲这个第四声的时候啊 就一定要把它降下来啊 要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从高到低 啊 第一声啊 我们比如说 Do,Re,Mi,Fa,Sol Sol 啊 它就是在从五到五 Sol,Sol 比如说 咖啡,咖啡,咖啡 咖啡这个词 两个都是第一声啊 就是我们的啊 这个起点这个音 然后呢 第二声就是啊 它从三到五 就是从一个中间的位置 到了五这个音啊 然后第三声 它是从低一点的位置 然后一下子变高 比如说啊 啊 起 中点 中点这个位置 它的音高是要比起点这个位置要高的 好 然后 大家要注意到第四声 它是从最高音到最低音 啊 啊 那比如说 一是啊 一是第二声 是是第四声 那一个第二 一个第四 一个上扬 一个下降 这样的趋势呢 就能够听出来这个音 它的一个变化 还有我们在这里还放了一个词叫 盲目 啊 盲目 抱歉啊 老师前段时间休息的时候呢 得了肺炎 然后现在已经好了 但是还 说话说多了呢 稍微会有一些咳嗽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忍不住 发出这样的噪音啊 请同学们稍微谅解一下 马上就好了 盲目 盲目啊 就是我们可以多选取这样的第二声 第四声 这样一个交替的声音 从上到下 哎 你看 一是 哎 你就通过这样的对比 发音呢 来听遍啊 用耳朵听听自己 一是盲目啊 这样的发音呢 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第四声 纠正回来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希望大家在 最后的练习当中呀 也一定要注意这个 第四声的发音 哎 你看到一个字 它是第四声的 你看到一个词 它是第四声的 你就要提醒自己啊 我要把它往下 往下发音 不能往上飘啊 就是要 自己会提醒自己 要有这个意识 然后就慢慢的纠正自己 好 那咱们发音的地方 就说到这里 那如果后面大家还有其他的发音的问题呢 我也会 啊 及时的指出来 然后给大家讲一些发音原理 帮助大家纠正啊 目前来看呢 同学们其他音都没有问题 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啊 好 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哈 咱们要说得好 首先要听得懂 听得对 哎 你听懂了 听对了 你才能接着别人的话 继续说 那么现在呢 老师要给大家 做一个和以前一样的练习 就是咱们的听力练习啊 采用的是HSKK 也就是汉语口语水平考试当中的 终极考试的真题 听句子 然后复述你听到的内容 把这样的练习呢 来巩固大家的听力啊 来训练大家的耳朵 要练嘴巴呢 要先练耳朵 好 那同学们 准备一下集中精力 我们马上开始放听力内容哈 好 准备一下 我们开始放进力内容了 听到 就分数一下 听到的内容 准备 哎 大家听到以后就直接开麦说哈 大家都尽量的练习一下 好 先到实题 每题你会听到一个句子 请在低声 重 你 那 是 闹到是 的 心 是 只会 爱 不这句子 在是第一 第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